前陣子的休耕期間我補充了一些新作品 然後才想起來有個來自深淵我還沒看完 才終於去補了劇場版跟烈熱黃金箱 我第一個關後感就是 故事一直有一些其他部分抓走我的注意力 讓我沒辦法百分之百的投入故事 而那個烈熱黃金箱裡面一直抓走我的注意力的 就是它一直有設定爆掉的風險 因為我還蠻喜歡第一季的 很怕它還沒尾就爛掉了 所以衍生出我想做這集的動機 但暫時不會提到黃金箱到底是如何有爆掉的風險的 因為修根期間我思考或得出的結論是 影片暫時不玩很深的地方轉 而是試圖讓更多潛在的未來創作者 感受到動漫故事技術的有趣之處 我覺得講黃金箱在設定上的風險現在不太適合 所以衍生出做這集的構想 基礎的分析一下設定這件事 我要先說其實設定的方式千變萬化 到底哪來的五大可以歸類 所以我這集要說的不是絕招可以持續多久 要休息多久才能再用一次的那種層面 而設定出來之後如何使用如何跟故事配合 在這很多動漫故事都要拼設定的時代 你想過設定完了怎麼處理這些設定嗎? 因為設定並不會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主動跑去他們在故事裡應該待的地方 所以在最愛玩設定的動漫領域裡 大致上是有五種處理設定的方式的 構思出來的好設定就像頂級食材 你還得思考怎麼料理這些頂級設定 另外還有一個也需要先說明一下的是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人把它系統性的整理說明過 我也不確認是不是有個產業裡公認的專有名詞 為了方便說明我就自己暫定該做法的名稱 第一個核心法 故事之初就把設定說完 後續的故事都是靠原有設定碰撞出來的 例如電獄判客 其實第一集的神機錯亂情節就把主要設定講完了 後續的劇情都只是以該設定為核心衍生出來的 第二個揭露法 隨著故事發展慢慢揭露所有設定 那些設定是原本就有的 只是挑最適合的地方說 例如海賊王 晉級的巨人 鋼製煉金術師 第三個真身法 隨著故事發展越來越多新設定 但都是以著原有設定的脈絡去衍生出來的 例如獵人 第四個憑空法 憑空冒出新設定但不見得跟原有設定有關係 例如獵人海賊王 第五個感覺法 以上四種方式都需要解釋設定 只有這個完全不需要解釋 感覺對了就這麼做 不講原因不談來由 例如神隱少女 沒有講這個貪污世界由來 沒有講和神的丸子為何能治療白龍 沒有講白龍的法術是怎樣 沒有講為什麼男員工都一個樣 女員工都一個樣 也沒有講無獵人為何有那種能力 一切的一切反正就是這樣 這種做法就是把觀眾的注意力完全拉回故事本身 完全考驗故事的能力 大家應該有發現特別的地方 除了感覺法 另外四種都需要解釋設定 所以你可以簡單理解為 設定這回事要嘛就都解釋 要嘛就都不解釋 那下面就開始個別深入分析 第一個核心法 會稱作核心法 是因為整個作品主要想表達的只有一個核心 就是一個主要設定 所以所有故事都是為了表達核心設定而存在 像是電獄判客核心設定只有一個 那些原本不屬於身體的強加上身體都會造成精神負擔 而整個故事都在把這個核心設定表達好而已 後面不需要新增任何設定了 又或者說每新增一個都可能模糊核心重點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講好一個就好 所有故事內容都在試圖用各種角度與層面 來把核心設定表達到最好 所以一切故事都因核心設定而生 第二個揭露法 這種做法重點在於 創作者要有能力分清楚哪些設定得先講 哪些擺中間 哪些要留到最後一刻 讓揭露順序能產生1-2效果 要舉例的話 我在巨人順序那支影片裡講得很清楚 何謂用順序為設定帶來加分效果 在同樣設定的情況下 智慧巨人登場順序只要不是現在的樣子 巨人這個作品肯定瞬間裡神作插了一大步 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要先講 也不是最後一刻的一定最重要 完全就是看你故事要怎麼寫來決定 因為最重要的東西 不一定擺在最後一刻的效果會最好 不過故事的開頭放很不重要的東西 效果一樣能炸裂 就用縱觀整個巨人故事來看 有個巨人特別大並不是很重要的設定 但他擺在一開始就揭露效果劇烈 我個人覺得做得不那麼好大概算是七大罪的開頭 那幾個罪的登場順序便沒有帶來特別的戲劇效果 尤其跟巨人一筆特別明顯 第三個真身法 隨著故事發展越來越多的新設定 但都是依著原有設定的脈絡去衍生的 這個做法跟核心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個是用原有設定去碰撞出新故事 一個則是用原有設定去碰撞出新設定 最常被用在能力設定上 就像獵人的念能力 只要做著找得到解釋 就可以創造出一堆有的沒的千奇百怪的念能力使用方式 那個解釋就是所謂的脈絡 不管再奇怪的能力都要想辦法從念能力的系統脈絡去延伸 就像有些遊戲原本官方設定的就那種玩法 總會被玩家在規則內激盪出全線的玩法 而官方就可能會因應這新玩法制定出新規定 來平衡或更完整化 這些新玩法和新規定就是從原有脈絡中 真身出來的新設定 在故事裡就是作者真身能力的新規定 讓角色在能力上有新玩法 八萬惡魔果實惠的忍術死神的臉壓 跟我們呼吸法和念能力 幾乎沒有什麼限制 以上不管哪一種能力系統都可以造出金木水火圖 只要做得找到解釋就可以了 所以我靠呼吸就是可以造出火放出電也沒問題 因為解釋原本就不見得有意義 解釋設定有時候就策略的選擇或風格的閃現而已 不過真身法主要在講有系統有要解釋的那種 因為是從原有系統以真身的嘛 而我說幾乎沒有限制 而不是完全沒有限制是為什麼 因為唯一的限制就是觀眾接受度 只要你有把握觀眾能接受 不會認為你這太唬爛了 那麼要多有創意都可以 所以有時候會需要合理的解釋 他就會看到骨頭拉出來也可以當武器 血噴出來也可以當武器 有一天鼻涕跟汗水一定也可以 只是看起來要怎麼帥一點 可能要花點心思 然後你要說君馬履 那是念能力其實也無回合 橡膠能力是忍術也可以 不過卡卡西跟奇亞善意 聚在一起護墊也沒問題 真身法用在設定上重點就是 想一個大幹能力系統出來 你要有能力自圓其說 而判動觀眾接受度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系統當原始湯一樣 碰撞出千變萬化能力使用方式 可以想像成能力系統就像是化學元素表 整個世界都是從那個表裡面的元素碰撞出來的 那如果是在世界觀設定上 暗黑大陸就算是一個經典例子 我不能確定暗黑大陸真的是真身出來的 但就創作方式看起來 說它是也沒問題 甚至它可能是憑空法 所以等一下會再提到一次 它的重點也是 來自原有脈絡和早解釋 獵人原本就說這世界充滿未知 等待獵人去探索 那暗黑大陸就是從那未知延伸出來的 並且在暗黑大陸之前 花了幾十畫篇幅在講 暗黑大陸跟原有故事如何有脈絡關聯 甚至扯到超久以前去 然後那些以前其實都是可以後來才寫的 所以在以王篇之前幾乎找不到 確定是暗黑大陸早就存在的鋪陳證據 只有說是腦補也可以的 或者是作者先不講清楚 後來確定要寫什麼之後才把他們連起來 假裝真的是那時候就鋪陳了 所以巨人的故事就很難在世界觀做真身法 他一開始就有很多明確的鋪陳 而海賊就有機會 但會搞得超麻煩 海賊雖然很早就提到月球的設定 但超不明確 所以只依據一個月球 他要增生外星的設定還真的有空間 畢竟韋田那麼想致敬七龍珠 但就是現在已確定的設定已經很厚重了 所以會超麻煩 而後來就是超有機會在世界觀上增生 畢竟故事從頭到尾重點都在五大國 然後也只有火之國講比較多而已 甚至應該說連火之國也只有墨葉忍者村講比較多 我查一下整個火影世界大概有38個國家 好像大多數觀眾對另外那30級的國家都超陌生的 所以就算要偷偷擴大世界地圖 新增其他人數之外的設定 也是很好處理的 第四個平空法 這通常是最不推薦的做法 在故事有規劃好的情況下 平空法幾乎是沒有存在價值的 所以通常會在不得已的時候 那大概會有集中可能性會需要這樣的做法 第一個作品突然想轉換方向 第二個有新的構想真的很想加入 第三個故事要拉長 第四個補一些漏洞 用新的東西來解釋 1跟3可以在七龍珠看到 七龍珠一開始是沒有超級薩爾仁的設定的 被迫要繼續連載後才冒出這個構想 所以一次拉長加轉換方向 雖然七龍珠原本就偏熱血戰鬥 但以前多了很多有趣搞笑的東西 跟薩爾仁出現之後的差距 稱得上是轉換方向了 第二點的話就是獵人跟海賊人 獵人非常明顯 念能力是之後才加入的設定 否則你能想像附間寫獵人測驗時 完全沒提到念能力這回事嗎? 都先不說獵人測驗沒測念能力了 甚至連提到都沒有過 我只提到不是那種臨時要換別種能力也可以的 超模糊暗示 我知道很多人認為念能力是原本就有的 或者沒提到念是因為知道的人很少等等的 幾乎都是來自故事裡提供的東西 而不是創作邏輯和技術上的細節 如果根據故事裡提供資訊來說的話 獵人是網路發達的世界 然後一個有客心是差點被各種念能力移平 這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或者這個直接表演念能力給觀眾看了天空競技場 一個普通觀眾可以輕易看到念能力者的戰鬥 但準備要當獵人的一大群人 沒有一個在討論念能力 或許還是可以找到一堆故事裡沒提到的解釋 但在故事做法看來 作者本人是沒有要多解釋的意思了 尤其用創作邏輯和技術上的細節來看 看得更明顯 可以把這支影片提到的作法拿去對照 就知道技術上的細節某部分是什麼意思了 又或者海賊裡 在霸氣系統還沒完備時 白鬍子用套上霸氣的刀刺穿親自 但刀沒有釋放霸王射電流 或整個頂上戰爭一個會用武裝射的人都沒有 因為還沒有射電到那裡 所以沒有一個人的手會轉黑 霸氣系統明顯是後來才增加的 只是尾田想要早早鋪成 這其實是對的 但太早了 早一個過頭 還沒設定完整就在鋪 所以會有很多改動出現 第四個就不舉例子了 總之只要有這種做法就好 以前設定有漏洞的話 先從原有脈絡裡 看能不能增生什麼東西來解釋 真的沒辦法的話 就直接搞新設定吧 只是需要斟酌的是 有沒有需要為了漏洞 冒更大漏洞的風險 平衡法要使用時有一個要注意的重點 慢慢來 循序漸進 讓這個新東西慢慢的進入觀眾的事業裡 但不代表是平淡的出現 要找到新設定中最有記憶點的 或最有趣的部分 或你有想法可以做的最好看的點 從那個點開始講起 或者是先不明講 只是偶爾出現 讓觀眾慢慢習慣這新設定 像是跟原本故事就是一題的 等到講明的時候就是做成最有記憶點的時候了 比如在獵人裡 小傑想犧牲自己獲得巨大力量 讓阿路加擁有特殊力量 把小傑給救了回來 這裡觀眾巨大的記憶點是 暗黑大陸擁有目前那樣能力 可能還辦不到的特殊力量 尤其聰明的是 不是單純救一條主角的命 這太無聊了 而是變大傑的小傑的命 然後就從這個記憶點開始 獵人花了很多篇幅的時間 循序漸進的鋪陳 可以拉到很多過往的歷史 講好像真的原本就有這個大陸一樣 但是誰知道 或者霸氣到底是什麼 從魯夫一釋放 就撂倒一堆狼這個記憶點開始 才慢慢攤開更多關於霸氣的設定 花了破百的話 直到合之國才越來越詳細 所以從一個記憶點開始 循序漸進鋪陳 應該算是能兼顧各方面 比較好一點的做法 所以平空法有一個重點 要盡量做得像真身法 平空是對創作者來說 你知道要平空了 可是對觀眾看來 要做得很像真身出來的 所以如果像獵人一樣 很後面才冒出暗黑大陸的設定 那要想辦法一直去扯到 跟以前的關聯性 所以我認為暗黑大陸是平空法 但做得很好 所以稱它是真身的也可以 海之王則是更懂扯了 尾填堡霸氣的系統脈絡 建立在之前就出現過 但跟霸氣其實無關的脈絡上 從第一話就開始扯進脈絡裡 紅法是靠霸王色下跑進海之王的 但顯然現在霸王色沒有一個是下跑敵人的作用 而是口吐白沫昏倒或者是空倒的新鋼 後來也被扯進霸氣系統裡當證據 這其實是很聰明又很難處理的做法 平空冒出的東西不要真的全新 把以前有的東西 當沒解釋清楚的都進脈絡裡統一系統化 但你如果系統化想要設定的太細節的話 會隨著越細節、漏洞和瑕疵越多 這就是難處理的部分 現場做賽亞人設定就是礦事大平空 雖然有試著扯回以前沒講清楚的部分 但又因為以前就解釋得很少 所以超好扯 很容易符合邏輯、接上脈絡 所以在觀眾接受度上幾乎問題不大 反而變爆熱門 最後就是感覺法 感覺法可能可以講最細 但也可以講最簡單 它就是一個單純考驗故事本身的做法 我現在先簡單的講 對世界關於能力設定 它不會解釋、不設定太多細節 也不會擺在多注目的位置 這位引導觀眾把注意力完全放在故事本身 當觀眾完全專注在故事本身時 你又反而要注意 任何奇幻的東西都不能搶過對故事的注意力 就像魯夫變太陽神尼卡時 根本沒人在意魯夫要打贏 何之國才能得救 所有人都在討論尼卡到底是怎樣 這種狀況會讓觀眾想要你解釋設定 或者根本是急需一個解釋 那當你現在解釋了 如果以前有沒解釋的部分 就會變得很虛、很沒存在感 所以要嘛都解釋、要嘛都不解釋 而我現在還要再加一句 如果已經不解釋了 也不要做到讓觀眾想要一個解釋 雖然你會看到神尼少女所有奇幻設定 從未解釋過 也不太會有人想要一個解釋 我指的是設定的解釋 不是隱喻的解釋 當然少數想要解釋的人來說 其實沒獲得也沒差 完全不影響故事的分數 這是一種設定上功利 雖然對目前動漫主流創作方向來說 不把特殊設定當賣點 是比較沒人在做的事 所以這感覺法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不那麼實用 不過一個創作者 如果能用好感覺法或者懂那個原理 絕對是對創作有不少的幫助 我還是簡單二要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 創作者要有能力分清楚 什麼設定真的跟故事內容有關 意思就是神尼少女裡 所有的特殊能力都跟故事核心沒有緊密關聯 都是點綴用的 跟故事核心有緊密關聯的特殊能力設定 舉個例子的話 像是鋼之戀青素食、電獄叛克 故事內容根本就是為了解釋能力設定而生 或者是海賊王的惡魔果實 惡魔果實是世界觀設定很重要的一份子 而海賊王故事就是為了解釋世界觀而存在 所以就必須解釋惡魔果實的設定 再來就是獵人 雖然念能力跟故事核心不算有緊密關聯 但某些情節橋段是會念能力的設定才能存在 所以不解釋不行 以上三種設定必須解釋的原因 一跟神影少女比較 就會發現神影少女裡的特殊能力點綴感很重 從白龍吹出的花瓣、被子靴糾纏 到湯婆婆變身成鳥或超級巨嬰 故事顯然不是為了這些能力而生 而是為了謙循的成長之旅 而世界觀呢 其實即使不是在這奇幻的湯屋 這張成長之旅也能成形 問題是 那能不能塑造出作者想要的感覺或隱喻效果 沒錯 那關聯性並不是來自更具體的技術面 所以換掉的湯屋會是感覺上不對 但不會是技術上問題 更不用說攝影少女沒有一個能力有使用規則的 萬能的合成丸子一下給五臉男 一下給白龍 根本是白病 他不需要喬巴確認成分 也不用聘請獵人調查的來源 但感覺上就是沒問題 以上大概是我針對感覺法 短時間能想到最具體的解釋 至於為什麼我說 搞懂感覺法能幫助創作 因為代表你已經有能力分清楚 哪些設定其實跟故事關聯性很低 那你就可以審慎考慮 把那些刪掉 讓觀眾注意放在重要設定上 或者 避免需解釋的設定 跟點綴元素混雜在一個作品裡 因為你分得清不代表觀眾分得清 那就會誤犯要嘛都講 要嘛不講這一條 導致觀眾對作品有一種要講不講 或常常講不清楚的印象 或者因為作者遺詞的關係 故事很長 或根本不是作者說的算 而是觀眾集體感受說的算 所以才會有作者跟觀眾在場 到底誰是女主角這件事 那就不是你認為設定是點綴用的 就可以不說 但它設定很重要 所以要說超久 而是事實上跟故事關聯性有多大 或會不會你寫到觀眾在意的 根本不是你的故事核心的 那設定在年故事 觀眾也可能不買單 這再講下去會太細 反正要搞清楚你的設定要怎麼處理 或你的故事適合哪種處理方式 或你想要設定的處理方式 適合怎麼寫故事 而不是設定跟故事往兩不同路線前進 還不自治